上海西区的新华路始建于1925年,旧名叫安和斯路,道路两边的区域内共有一百多栋风格迥异的花园别墅,被誉为上海第一花园马路,也是曾经从虹桥机场通往市区的国道。 1928年,美商溥伊地产与乌达克合作,由乌达克负责总设计,在西郊法华镇地区开发了29栋英、德、河、易西13种不同风格的住宅,又被称之为外国弄堂。 鱼之相交的潘鱼路,过去的名字叫哥伦比亚路,建有多个单体公共建筑,如美国乡村总会、海军俱乐部。 很多外侠生活在这个区域内,形成了当时高档住宅区,被誉为哥伦比亚圈。 今天,万科与上海生物制药研究所合作,重新修复了美国乡村总会、海军俱乐部和孙科别墅。 让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被唤醒,也使老上海的城市文脉得以传承。 今天,我们就从华山绿地开始,去探寻一下老上海西区的哥伦比亚圈吧。 大家好,我现在来的沐山绿地,今早我想到新乌鲁跟菲女鲁,我得去走一走。 吃的日沐山绿。 吃的日沐山绿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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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买坑表远的。 吃的鲁尿路。 这个东西被观看了, 这六岁就出现了。 要这个东西, 所有东西就在那里了。 你也没有啊。 不知道什么东西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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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